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很多人在炎热的夏天,天气越热呢,手脚越冰凉 这种情况呢,80%的就是因为阳气不足而导致的 阳气不足呢,不关导致你手脚冰凉这一个问题 还会导致我们睡觉睡不好,出现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上厕所比较频繁的现象 有这种情况的人,可以在下面打个一 下面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提气法 大家通过练习可以提升我们的肾气,增加我们的阳气 从而调理一上这些问题 好,我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好,大家看我做的是有节奏感的 它是配合呼吸来做的 没有看清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呢,不用着急 下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和示范 做的时候呢,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调整一下呼吸,把身体放松下来 好,做好 然后吸气,手呢,握拳 握拳,拳,然后鼻子吸气 提起来,呼气的时候,手变长,同时往下按 然后用我们的嘴,呼气 好,再来 好,我给大家连着做 吸气,鼻子吸 呼气 好,再来 好,坐的时候呢,脚跟向下 垫脚跟 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 我可以给大家做的稍微慢一点 好,没有看清中的家人们 一定要认真的去看 好,慢慢的去做 吸气 手呢,慢慢变全 鼻子吸气 好,在上面把气吸满 呼气,慢慢的往下按 按到最后以后 用嘴 把气一下子全出来 好,连贯一下 鼻息嘴呼 好,再看一下背后 还是一样 慢慢的吸气 没有看清中的 一定要认真 呼气 吸气 呼气 做这个动作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阳气 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要认真地去做 每天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做49到100次 提升我们的阳气 让我们夏天这个季节 手脚冰凉地 给它热起来 同时呢 调理我们的失眠 多梦 晚上起夜的问题 睡好觉了 身体才能会更好 睡好觉了 我们的工作 才会更有精神 好,今天呢 就会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 点赞 评论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 请不吝点赞